Quick Practice 12.22 The figure shows two vertical towers A B and C D 有兩棟東西 看不明白 Towers都不要緊 總之你看到有A B和C D 接著它就說有一個Cable 就是連著 Connect A和C 其實你看不明白都不要緊 因為它都幫你畫了 The height of AB 是40M CD是34M 都不要緊 看不明白 因為它都幫你畫了 It is given that the Cable Mix and Angle 76 With the Vertical 就是說Degree 76 它都記錄給你了 接著就看最後一句 Find the Distant BD Between 2 Towers Create to 366 題目就是叫你計 BD 非常簡單的一題目 它就用一個Application Problem 去包裝 但是實質上 其實和你之前做的數目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40 這個是34 這個是A C D B Right Angle 如果你想想知道 The distance Of BoyDuck 非常明顯 你需要找一個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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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停止这个视频 然后试试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些题目 基本上比前面的Quick Practice更浅 前面的要有两三个直角三角形 画在一起其实更难看 但是这些题目反而是比较容易点的 只不过是有一些英文来吓你 所以我觉得这些题目是最终的 Quick Practice 12.23 你能看到ABC是一个砂砂砂 好也要。 我想这个不还是很明显 它表面是一条文字题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看第一句 或看最后一句 açık Bull ு你都会做 第一 你到底知不知道Sycosetangent是哪一條邊 隨哪一條邊 你能分不分到 何時用Sy 何時用Cos 何時用Tangent 或者我要你計Sycosetangent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條邊 隨哪一條邊 你要懂得選擇怎樣用 Defination要熟 其次就是Kelta 懂不懂得按Kelta 這個才是這個篇章的重點 所以文字題其實都偏向比較簡單 那圖圖什麼東西都給你 所以你也可以試一試雞腦 If you think this question is difficult You may try to draw triangle A,B,E And also triangle B,C,D,R So I think after I do that I think the rest should be very easy I think you can stop the video now And then I will give you the answer afterwards And then I will give you the answer afterwards And then I will give you the answer afterwards Okay you use triangle A,B,E You find A,B using Psi You can use okay triangle B,C,D Okay to find B,C Using Cosine And then you add these two up Okay 將 A,B 和 B,C 加起來就是A,B,C So you can find out the final answer is 48.3cm If you don't like the final answer If you don't like the final answer 最後才按Celta 你可以在這裡按一次Celta 不過不要Round off OK 這裡按一次Celta 也一樣不要Round off 如果真的Round off 就Round off六個色彩 OK 然後到這裡才Round off三個色彩 那就不怕會有error OK Finally Nooks裡面有很多練習 有些是DSE的題目 有些是Band1學校找出來的練習 因為我之前教的學生都很乖 通常他們是textbook wordbook supimentary exercise 什麼東西他們都會做練習 然後就會問我還有沒有練習做 所以我都會搜羅一些練習給他們做 Solution我已經放了Google Drive OK 你也可以隨時隨地開始做 同樣地我都會給一些提示 作為這個video 或者這個chapter 最後的彩蛋 這個是很簡單的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是入門的題目 也看到年份很久遠 你自己可以試一試做 然後去網上去檢查答案 然後來到難一點的題目 可以留意一下一些特別一點的題目 例如涉及到兩個triangle的這兩條 又或者可以看一些題目 可能是涉及到完美的理論 這些題目就太難了 可能對你來說太難了 又要用Angle Sum of Triangle Vertical Opposite Angle Sum of Triangle 如果你覺得這些比較難的話 你也可以暫時先 skip它 如果你覺得整個chapter 都可以考慮一下做 涉及到兩個triangle的題目 我都會建議大家做一做 這些亦都涉及到rational rational number rational number rational number 你也可以試一試 上面那兩題 其實跟你前面那頁做過的都類似 你可以這幾題都做一做 好 接著就到這一頁 這頁也挺有趣的 它沒有給你90度 但其實你用converse of perfect theorem 你可以證明到這隻是90 接著你就用psychosite tangent 這條涉及到rate and ratio 你要懂得把它轉成多少比多少 接著就讓ab是3k 讓bc是2k 即是用rate and ratio學過的東西 接著才用tangent 這些題目都涉及到pvs knowledge 都可以試一試做 下面這條也挺有趣的 可以試一試 看看自己的程度去到哪裏 這裏又是涉及到rate and ratio 你要把ab是3k bc是4k ac是5k 畫了圖出來 他就問你tangent a to cosc 是多少 即是代表你要懂rate and ratio 先把3k 4k 5k 然後你就要再看tangent 即是哪一條邊除哪一條邊 cosite即是哪一條邊除哪一條邊 這條難就難在 你要用pvs knowledge 如果你rate and ratio 已經忘記了的話 你這些做起來就很吃力 接著 一個梯和兩個梯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自己研究一下 這條我覺得很值得做 因為這條題目叫你找ac除bd是多少 其實它是想你去計算ac和bd的關係 那怎樣做呢 你就看看 這裏有多少個right angle triangle 有兩個 兩個直角三個人 然後你就看看 bd是在左手邊 ac在右手邊 那你就嘗試把這兩個東西 扯上關係 本身它是兩個不同的三角形 現在你想把這兩條線扯上關係 那它們怎樣扯上關係呢 那你就看看這兩個right angle triangle 這兩個right angle triangle 本身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但是它有一個位是聯繫著它們 就是這條A dot 本身這兩個三角形 其實是可以拔開完全成為一個獨立的三角形 它們兩個是完全沒有拉囊的 但是它們唯一一樣東西有拉囊的 就是它們一起共同擁有這條A dot OK 所以我就嘗試用A dot 令到這兩條線扯上關係 OK 那我就先看左手邊的三角形 左手邊的三角形 如果這條A dot 和這條B dot 我想令它扯上關係的話 那個方法就是我要用tangent 因為它夾著這隻角是90度的 所以我就會得出這個位 tangent alpha alpha的意思其實就是A alpha的意思就是A 希臘字的A 你當它是XYZ ABC就可以了 一個暗孔 tangent的alpha就是A dot 除Boy dot 那你就成功這樣用一條式 將A dot和Boy dot連繫起來 然後就到右手邊的三角形 右手邊的三角形 如果我想將AC和A dot 扯上關係的話 這次我就要用sign 因為這兩條線夾著那隻角 是沒有寫任何東西的 不是90度 也不是feta 所以在這個位置我就會用sign 這個符號也一樣不用理會 是一個希臘字的b字 叫做beta 希臘字 當作是一個符號就可以了 其實pheta和phi都是希臘字 希臘的符號 你當它是b 又是一樣 用了sign之後 你又可以設定一條equation 而這個equation 也成功讓你把AC和A dot 扯上關係 接下來要做的東西很簡單 現在它叫你把AC除Boy dot 所以你就把AC除Boy dot 即是把這個數除這個數 A dot 可以約走它 即是剩下 tangent alpha除sign beta 所以就會是Boy 可以的 剛才那條的DSE題目 你可能會覺得很難 但是你看看這一條 這條其實跟剛才那條是很相似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什麼呢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給了一些數字 是真實的數字 它不是叫alpha 它叫40度 它不是叫beta 它叫20度 而且它也都很大方地給你這條邊 叫12 即是代表它給了一些數字 其實就變成像classwork 或者quick practice 但是之前那條題目 就是它沒有給你一些數字 但是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這條題目你要按計算機 剛才那條題目你不用按計算機 所以你可以試一試 這條跟剛才那條是一樣的 即是很難的那條 有兩條給你做practice 我亦都說了給你聽 quiz 我會在兩條裡面 選一條出來考你 自己試一試看看做不做到 這裡又有一條 這裡這一條跟前面那些是類似 又是一樣沒有任何的邊緣 又是alpha beta 然後你就要找一下 那條線哪條是common 那條線叫你求A dot 即是A dot這條線一定會用 它叫你找A boy 即是A boy這條線會用 另外就選多一條common line 右手面那幅圖用cos 左手面那幅圖用tangent 然後就把兩個A dot 除A boy 就是答案 上面那條就是 叫你求A boy 給你bc 然後有一條common line 是這條 即是左手面用sine 右手面用cos 用sine和cos 然後就把兩條 又是一樣計算 究竟A boy是多少 這條就是沒有 又是一樣沒有數字 其實它跟上面那條是很相似的 千萬不要被它嚇到 這兩條其實是很相似的 只不過是我現在 把12叫做L 現在的beta 我改了名字叫20 然後alpha 我改了名字叫40 我希望你不要會做上面那條有數字 我會做的 下面那條沒有數字 我不會做的 其實這兩條 真的像到爆炸 根本就一模一樣 就是它連續出了 一一連出完 然後又再出一模一樣的圖形 希望你可以做到 在quiz那裡 這條也可以再practice多次 然後就是ban1學校的一些題目 這條會考 這條會考 告訴你這條會考 這條會考的 在這裡我想告訴你 alpha加beta加90度 即a加b加90度 就會有180度 angle sum of triangle 如果我問你alpha是多少 就應該是90度 減回beta 即是除了有機會 考你cycle tangent 你也有機會 要用angle sum of triangle 或者perfectures theorem 然後就繼續下 你看到我這條 都給了兩個剪 你就自己記得做一次 希望你在quiz的時候 看到就不會太害怕 接著就是按計算機的部分 留意一下那些有兩個剪的題目 試一試你按計算機 是不是真的按到答案出來 按計算機好好 你一分一個我就送給你 如果你不懂得按計算機 就自己留意一下 OK 繼續按計算機的部分 剪掉那些地方要留意 這個位置記得先按30度 再按shift cos 這裡就先按30度 先按這塊 然後再按加1 然後再按shift tangent 逐個逐個按就不會太容易錯 繼續下 這裡仍然是按計算機的部分 就留意一下這條和這條 去到最後的部分 除了要認位和seculter之外 就是兩樣集合一起考你 第六題必考 不單止是abc 後面那一頁我都會出的 abcde 5條 5條我會選擇3條來考你 你自己猜一下我會出哪一條 第七條 其實跟那些題目很相似 所以可以做一做 都是用cos 然後加加減減 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這條我給了 第八條 自己想一下 第八條 為什麼要給兩個 有沒有什麼特別含意呢 第九條你可以做一做 但是我未必會考你沒有任何的長度 只要x 因為我剛才說了 MC已經是會考的 我已經幫你拍了哪一條會考 兩條選一條 所以你這裏 就是long quack 我就不會再出 但其實跟剛才那條很相似 如果它沒有任何的長度 你會不會不會做呢 但其實都是用psychosite tangent 都是記得哪一條哪裏 哪一條哪裏 你也可以試一試做 例如第六條的題目 我不會考的quiz 你聰明的同學 你可以試一試做 第一第二 第三 第四 其實我都給了 講了一個答案給你 你自己可以試一試做 你自己可以試一試做 大致上來到這個